一般人關注GR Yaris 可能大家都關注的重點是在於 它能夠跑多快 它多麼的有操控樂趣 可是其實在安全上面 GR Yaris它可以說是一點也不馬虎 對不對 乃哥 對 如何把先進的安全輔助科技 帶到這一台 好像只有性能而言的車 我跟你講它雖然只有性能 但是它安全上給的也很多 我舉例 譬如說它的這個 我們說的ADAS TSS 它也有了 這種智能輔助的半自動輔助駕駛 它有 大家會說 乃哥你以前都說 手排車做不到LV2 對 為什麼做不到LV2 因為沒人幫你降檔 你要自己降檔 電腦不行嗎 電腦 所以我說它不能作為一個 完全的LV2 是因為在某些地方 它還是可以實現 因為我在開這台車的時候 我有特別去試 它的這個車道至中 你知道它反應吃快 應該是說它的感覺是說 它的反應很快 而且它抓車道線的速度很快 抓車道線的速度也很快 它輔助的力道跟反應也快 就方向盤的部分 那它是手排車啊 那如何主動跟車 這大家就會覺得很有興趣對不對 我跟你講我說一個例子好了 反正我用6檔在市區裡面開 前面的車停下來 我的時速大概降到46公里 我還是沒有去換這個檔 它螢幕會出現一個 你要換檔 你要降檔 它會出現一個字出來 你還是不換 但是前面那台車走了對不對 它還是46公里對不對 它又慢慢開始加速到我訂的 譬如說60公里 就是說它6檔的加速其實是夠的 它雖然不是很快速去加 但是我在4檔的時候 它就會很快速的加到60公里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 如果前面是紅燈停下來怎麼辦 大家就不用擔心 它就像TSS1 TSS1.0的概念 30公里以下的時候 它會噔 提醒你 它已經解除了這個 所謂的自動駕駛的部分 自動駕駛輔助的部分 所以這時候你要趕快 踩離合機排空檔踩煞車了 它會在時速大概30公里左右 以下就解除 所以在這個手排車上 這會是一個 可不可以解除駕駛人的疲勞 我覺得會 會 一定會 會 為什麼呢 其實它不用 你不用急著去換檔 因為其實它的這個馬力的術域 這個空間是很大的 那在高速公路上 由於它反應很快 因為它車很輕 所以它反應很快的話 其實你有這個輔助的時候 你就再也不會像以前 開手排車手忙腳亂 塞車的時候它就慢慢跟 人家跑了它就跟著跑 那其實我覺得它還是有 起到一個所謂的 輔助安全的一個科技功能 以往我們把TOYOTA跟性能 似乎沒有辦法把它聯想在一起 可是自從近幾年來 他們非常熱愛賽車的社長 豐田張南 他加入了許多的熱血元素 因此在GR部門所打造出來的車款 就讓大家引起了非常熱烈的討論 對不對艾達 其實GR這個叫做Gazoo Racing 那它當 應該可以這樣講 我們今天看到的GR Yaris 它是一個GR部門 專屬打造開發的一個車款 跟一般市售車型 它會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車款 那當然這個GR Yaris 是GR部門 第二輛專屬打造開發製造的車款 第一輛則是GR Supra 那其實我們之前聽到很多所謂的 GR Sport 那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GR Sport就是經過GR團隊 來調校的一個 一般量產版的車型 那可能多了空地套件啊 可能多了更加運動化的一個底盤調整 懸吊系統的調整 等等不同的調整 甚至在強化競排器的部分 但是還是基於一般車型 去做所謂的零件部品的更換 來去達到所謂GR Sport車型 這樣的一個版本 就好像M Sport 或不等於M一樣的意思啦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其實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剛提到GR的車子是在專屬的開發設計 所打造出來的車型 其實它也在一個特別的工廠裡面 來打造生產 獨立生產 這個智希有去過這個工廠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工廠好不好 對我在16年的時候去過這裡 它其實是Toyota在愛智縣豐田市的一個 原廳工廠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它是一個算是Toyota的高階工廠 裡面所有的員工 組裝員作業員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萬中選一的那種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工廠呢 其實當年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為了要做Lexus LFA 它是一天只做一台車 總共只有500台限量的純手工打造的方式 那後來我到的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工廠是在做他們的輕燃料電池 Mirai還有Lexus LC 也就是說他們都把這種比較特殊 高單價啦 比較少量的車款在裡面做 那GR Yaris為什麼要放那邊 因為愛達剛剛講到 它其實是第二台GR部門的車 但是它是第一輛 也可以說是時隔16年 繼Toyota的MRS中置跑車之後 Toyota獨立開發的運動化車款 所以它的零料件其實有非常高比例 都是自己在用的 那它這樣做的工廠有一個很特殊的條件就是 它其實沒有流水線 沒有所謂的生產線 它就是做叫做所謂的移動式裝備區 你的車 譬如說我的底盤租好了 我就用無人的那種機器人裝運台 到下一個部門 然後就有一堆工人圍過來 開始幫你組裝漢接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結構很特別 所以讓GR Yaris有這麼特殊的車體結構 扎實度 剛性 都是因為它在這麼特別的原挺工廠裡面 用特殊的量產方式所做出來 而且在GR部門 首款打造出來的性能車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Toyota的GR Supra 牛魔王的再度回歸 性能迷們可是樂翻天 來我們請窒息帶著大家來看一下 這台車來到我們棚內 其實之前我們有介紹過 當它上市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為它的外型為之瘋狂 甚至於它在性能的部分 也是數一數二的 我的業袋它開這個 這麼有錢 這麼帥 不是有錢 這麼帥 他說沒關係 因為它的性能跟BMW有得通 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對 這是一台很特別的車 但我們知道Toyota Supra是 這個品牌 你要說到運動化車款 應該可以算是最有名氣 最經典的一個車型 那來到A90的世代 當然這也是我們剛剛一直在聊 他們的社長 很想要復活的一台車 但是相較於GRRX那樣子 整顆頭洗下去這樣子去做的 一台獨立車款 其實他們採用了一個比較特殊的方式 就是跟他們車廠最愛的品牌 除了Toyota之外最愛的品牌 BMW一起來合作開發 肯定的 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對於跑車來說 他們的兩家車廠 不論是Gazzo Racing的部門 還是BMW或是EMPOWER的部門 他們對於車輛的操控動力 都是有很高的標準 對 那這輛車呢 你可以看到他最特別的就是 他的身型 我們知道他是跟Z4算是雙身的車款 所以他有非常高的 高比例的長車頭 短車尾 而且非常低%的一個造型設計 不過呢 他特別的是很多的元素 比如說比較橢圓形的這種大燈 然後沒有水箱護照 直接採用下七八式的這種車頭設計 這就是Toyota的Style 對 而且你看過往的Supra 你會發現他在這種變成完全跑格 現代化的過程之中 卻又維持這樣經驗的元素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血統不純正啊什麼的 不過我必須告訴你 他的B58 3.0升六缸的動力 波輪增壓 然後三百四十匹 八速的手自排系統 整個操架的過程 我第一次試到他是在力寶賽車上 真的是過癮 而且那跟一般 當然他跟一般的 可能Toyota跑車 就是Lexus的跑車 味道上是有一點不一樣 但是你會發現經過 也經過了Toyota部門的 種種的調教 整台車 玩樂度很高 但是而且妥善率又非常好 是 這很大的重點 最大重點又到了他的價格的部分 如果你只是想要他很帥氣的外型 一台雙座 非常拉風的跑車 其實不到兩百萬的價格 可以買2.0T 那如果你真的是要這種跑格 純正的血統 其實3.0升六缸的動力 他們說買Supra 一定要買3.0啊 我也是這樣覺得 是啊 我不太懂 買2.0的是在想什麼 我就如果是女生 我可能就是買一個帥殼 對啦 有沒有 開出去就開開心心 因為坐在住外間行走啊 沒錯 沒錯 對 我不下載道 對 而且很特別的是 今天我們進棚的兩台車 包含剛剛的GR Yaris 一台是為拉力賽道而生 一台是為場地賽道而生 山路跑起來 其實都是非常的過癮 但是味道又卻截然不同 包含他操駕的方式 他車輛的性格 和他整體駕駛的這種反應的習性 其實都非常的有味道 也符合Gasso Racing這個部門 雖然創立的時間不是到太久 但是你看團團的時間 匯集了這麼多 有樂趣 高性能的車 真的不論在這個品牌 比較入手門檻低 這種經濟度會的車 高級豪華的車 甚至在跑車上 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好 我們帶大家看到了 GR部門首款打造的 這個GR的Supra 以及GR的Yaris之後 我們要好好來了解一下 GR Yaris在面對市場上面 甚至於在賽場上面 他們所遇到競爭對手 還有一般消費者 可以買到市售車 有哪一些呢 我們現在比如說 WRC上面現行款的一些 WRC等級的車子 比如說 Hyundai i20 Coupe 還有 Ford Feosta ST 那這些車 其實很多都是由市售車下去做改良 剛才我在想說 那像我們GR Yaris 它是為了賽事而因應的 我就想到那時候 在國外比賽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為了剎車的散熱 要加裝一個導風管 結果賽會是禁止的 為什麼 那就非常嚴格 因為所有的車子 所有你可以更動的東西 都要經過F by A的認證 了解 你不能私自去更改 所以那時候很單純想說 我只是要增加我的安全性 把剎車散熱而已 結果跟它說不可以動 那你看GR Yaris你看 它所有從剎車裡面有一個 專門設計的一個剎車通風導管 還有比如說 它的一個四輪的一個輪距跟軸距 它的配比 都完全是因應這個比賽上去使用的 所以原展你是說 我現在買這一台GR Yaris 我就直接可以去WRC比賽 當然它還是有很多安全的規範 需要去做調整 就是裡面有盤滾籠之類的 所以在賽場上面 它遇到的就是Hongdae的I-20N 然後跟福特的Felsta的SP 對 因為賽斯大混合